霍连市公所在昨天在佐昌公墓举行了五祖仙人扶签法会 并且在今天29号办理了安逢仪式 魏市长是担任主绩 恭请佐昌212位的五祖仙人到新城乡思源楼安逢 期盼仙人在清幽的环境当中安心长眠 也为佐昌签证画下了完美句点 市长魏嘉贤28号协同主任秘书温美华 还有殡葬管理所的所长陈柏欣 出席佐昌公墓五祖仙人扶签法会 佐昌大座庙管理会主委蔡贵宗 还有副主委吴艺人也到场 在法事引领之下展开一整天的诵经普度 29号进行安逢仪式 市长魏嘉贤再度来到佐昌的大座庙 分别像地藏王菩萨等神明祈求安逢顺利 也期盼212位五祖仙人 到了新的环境之后可以有舒适的安息之所 历经非常多年的一个签障作业 那在最近这三年我们也持续的把相关的 A区的墓来做相关的一个启决 那到今天我们来做相关的一个 旗鼓跟入塔的一个供奉的仪式 那未来我们会将这些仙人供奉在新城乡的一个新的纳谷塔里面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永续的计划 能够把我们这个佐昌公园持续不断地改变成民众能够亲近的一个公园之外 也会增添更多的一个设施 那也期盼未来的行政首长能够接续地把B区跟C区来做相关的改善 那把花莲最大片的绿地公园把它呈现出来 那政策是永续性的 我们也期盼未来所有市民朋友能够继续支持 法师宋丸金支援这次安奉仪式的清洁队员 用接力方式把站放在佐昌第一公墓纳谷塔的212位五主仙人骨灰坛 一一搬到车上 在法师引领之下前往新城乡思源楼纳谷塔 市长吴嘉贤强调 政策是永续性的 期盼未来的行政首长可以接续执行B区C区的签帐作业 让佐昌公园规划工程可以顺利完成 不但可以成为民众最亲近的公园绿地 也可以透过经费争取 为大花莲地区全民来提供复合式的运动场所 介绍会欢迎市报道